国际焦点来关注的就是 星期天震惊全世界的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宾州造势会 遭到枪击受伤 而还原川普遇袭的过程 他上台不到10分钟就被开枪 川普特请人员扑倒在舞台上 大约25秒 而案发之后43秒 诱饵受伤的川普就被驾离现场 而当场遭击毙的镶守 非常年轻才20岁 参加川普造势却发现枪手 民众马上尖叫喊警察 此时枪手已经趴在屋顶上 这都是发生在川普中枪之前 川普在宾州的造势 当晚6点04分登台 此时台前看似一切正常 但是在舞台外围已经有民众喊着 距离舞台不到150公尺的地方 有民众发现不对劲 此时背景音都还听见川普在讲卦 紧接着 枪声大作 民众狂奔 这是发生在6点11分 这一刻在台上的川普 突然捂住耳朵 再看向右前方 两秒后特勤干员马上喊着 麦克风清楚收到特勤干员 慌乱中下指令的撤退计划 川普被扑倒在舞台上 约25秒 直到特勤确定 枪手死亡后 恒例包围起川普把人架离场 支持者还搞不清楚状况 只看见川普流着血 握拳喊战斗 会场内大家一度沸腾 但是在另一区 有一群人挥手要救护人员快点来 因为一名男子中枪倒地 血流如注 会场内乱到不行 场外也是一样 民众还搞不清楚枪手到底是死是活 尖叫慌乱着散场 以上都是在枪击发生后 一分钟内的事 全部人事后试着拼凑枪案的完整过程 这才发现早有警讯 有多位目击者都说 早就看到有人持长枪 埋伏在屋顶上 没有想到川普讲不到十分钟就中枪见血 不过这已经算命大 因为当时川普刚好一个歪头擦过子弹 原来他是为了要看一幕 当时川普正在讲非法移民 场边的看板确实列出了数据表格 川普疑似就是为了看清楚数字才不断转头 这场枪击随后由FBI主导调查 火速查出枪手是年仅二十岁的宾州当地人 库克斯 安静内向还是数理资优生 现在在一间精神疗养院当营养师的助理 完全没有异状 高中同学也说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 库克斯的父亲也说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闯祸 现在FBI要从他的手机找线索 同样需要调查的还有枪手犯案的屋顶 距离舞台只有150公尺 为什么没有被进空 是否是紧密配置的失误 又或是事前规划不足 攸关着前总统 现任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维安和性命 大家都想知道答案 TVBS新闻综合播动 好 紧接着美国共和党的拳代会 周一登场 川普将在本周正式被提名参选 共和党大会的前夕 川普戏剧性的被暗杀 为选情投下了巨大变数 美国前总统川普一下机 马上比出招牌握拳手势 他的次子艾瑞克还po出 机长视角的降落影片 艾瑞克在影片中特别标记 这是川军一号 似乎有信心 老爸很快能重返白宫 前一天才在宾州 躲过暗杀的川普 最后决定按计划到威斯康辛 米尔瓦基出席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他在自家社群平台上写 无法允许因为枪手 或潜在的刺客改变形成 不过美国特勤局 对于这次的拳代会维安 却这样说 特勤局说维安工作 已筹备18个月之久 没有要特别加强的地方 但是实际询问当地居民 都感觉这次维安明显变严 除了看得见大阵仗 远景列队进驻 就连媒体人员都得经过层层安检 才能进到会场 看得出还是不敢太过松懈 这段川普在宾州 躲过子弹的画面 让死中川粉倍感振奋 开始在各地大举上街摇旗庆祝 周日除了纽约川普大楼前 有川普粉丝游行之外 在加州也有川普支持者 将当时川普遇血握拳的画面 做成T恤穿在身上 只是还是有选民认为案情不单纯 川普这张在美国国旗背景下 幼儿燃血握拳高呼的生动照片 是由美联社记者武奇拍摄 许多网友大赞照片构图之完美 几乎可拿下普利兹奖 还有人分析这张照片 构图巧妙于1830年 领导民众的自由女神化作如出一彻 未来势必将被川普阵营 反复利用当成最佳文宣 根据美国政治媒体Politico报道 许多共和党人已经断定川普 笃定当选 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奥登 就形容川普就像刚刚赢得选举 另一位田纳西州的众议员也说 川普握拳喊战斗的画面 将成为竞选口号 despite the tragedy of the incident will this help Trump politically? it will help him no question about it his own base thinks that it's another example of God saving not the queen but Donald Trump and there's some reason to speculate too but you also have to look to history about how this is going to impact the candidate too because the last time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happened was 1981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nd his approval rating skyrocketed 回顾1981年当时美国总统雷根在枪击中幸存 随即成为政坛上不可动摇的传奇人物 1984年大选还以压倒性之姿 拿下49州得票率高达60%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利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他礼拜天又两度发表正式谈话 驻舟都是要全民团结 不要互相抵对 对于川普遭枪击 大陆官媒不约而同强调 美国因为两级分化才会导致暴力升级 英国 加拿大 欧洲等国也谴责政治暴力 以色列总理则认为 枪击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 不仅是攻击美国 也等同攻击所有的民主国家 点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